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四个人 他们勤政爱民 客进之手 堪称是史上最完美的四位皇帝 汉宣邸刘荀原名刘并宜 是西汉的第十位皇帝 他年少时流落民洁 遇见了他此生最爱的女人许平君 两人之间还有一段不见情深的故事 刘荀登基后 一众朝臣纷纷上书 请求策立霍成军为皇后 可刘荀此时心心念念的 是他深爱的许平君 于是下诏说 要寻找自己落魄时 曾拥有的一把宝剑 寻臣随即明白刘荀的意思 遂上书请立许平君为皇后 刘荀年少时间力尽心 因此更加懂得民间疾苦 他在卫时 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 为了抑制土地兼并 他将豪强大族迁往都陵等地 将他们的土地分给无地可 耕得贫民 刘荀在卫时兢兢艳艺 勤恳爱民 他奉行轻摇伯父的政策 减轻百姓的负担 刘相称赞他说 刘荀的功绩超过文景之志 我们要介绍的第二个人 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 刘秀被人称为未愿之子 原因就是刘秀的运气太好了 她的人生简直就像开挂了一样 统一全国仅容十二年 刘秀在位时勤于政事 颁布了一系列轻摇伯父的政策 这一时期社会稳定 人口数量激增 经济发达 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为光武中兴 说起宋仁宗赵真 你可能不知道他是谁 但你一定听过狸猫换太子的故事 宋仁宗就这个故事中的太子 中国历史上以仁宗为妙号的皇帝只有四位 赵真就是其中之一 他被认为是这四人当中最为仁义的皇帝 以此 赵真再再散步 频频回头看 宫女太监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回宫后 他立即对嫔妃说 自己非常口渴 让他快些到水 伺候的嫔妃感 倒非常奇怪 便说 既然皇上如此口渴 为什么让世卫去找水呢 赵真回答说 我在外散步时 发现世卫没有携带茶水 如果我贸然索取 一定会有人因为准备不充分而受到责骂 所以 我一直忍着口渴 此外 宋仁宗在日常生活中也非常的节俭 深秋十节 官吏为宋仁宗献上了隔离 当宋仁宗得知这些隔离 梅只要一千钱时十分生气 不仅没有享用 还责骂官员太过浪费 我们要介绍的最后一个人是明孝宗朱优唐 他是明朝的第九位皇帝 只有一个老婆 朱又棠的母亲曾被奸人所害 在冷宫中生下了他 不敢声张 六年后 明武中整日微无子而苦恼 门间张敏这才将朱又棠的遭遇告诉了他 也许正是因为朱又棠年幼时经历了太多的波折 所以 他后来才成为了一个人得宽厚的君主 朱又棠在位时不济女色 广开沿路 甚至还开设武朝 可惜的是 中国人似乎只关心那些要这大功绩的君王 而忽视那些人得的君主 其实 对于底层百姓来说 朝代的更系 皇帝的变更 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 所有能让百姓封一族时 安居乐业的皇帝都是好皇帝 笔者认为 朱元璋虽然对官吏十分苛刻 杀了很多的功臣 但不能否认他是一个好皇帝 朱元璋在位时重视农业 发展生产 经济发展迅速 隋阳帝阳广虽然开凿了大跃河 开设了科举 可他大心吐目 好色残暴 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